哈喽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要缴的社会保险费用越来越高了 那是因为咱们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已知定收 所以要根据给退休的人要发多少养老金 来决定要从还没退休的人那收多少钱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年轻人越来越少 老年人越来越多 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让正在工作的人出更多的钱 在2023年全国各个省的缴费基数下限 平均涨幅在4%到12%之间也有高的 比如说涨幅最高的是深圳 2023年的缴费基数下限是2360 那么到了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变成了3523 涨幅超过了49% 但是涨价呢似乎又不得不做 因为早在2015年 像黑龙江辽宁等等6个省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就出现了收不抵制 到了2020年 黑龙江辽宁青海这三个省的基金呢 就已经没有余领了 只能通过中央来调剂补贴 2019年的社科院出了一份报告 叫做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 2019至2050 里面说到 到了2035年呢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被耗尽 所以说从全盘的角度来看 社保涨费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但是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比如说呢 每个地区社保缴费基数的一个算法 它都对应着一个核心的指标 那就是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 然后每个人需要缴纳的下限 就是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60% 所以说呢 你可能也意识到了 就是有不少中低收入的人群被平均了 我这儿呢 以2022年平均工资 全中国最高的上海为例 有三组数据 第一组 上海的社会平均工资呢 是每个月12,184块 那么这个数字的60%呢 也就是7,310 但是与此同时 上海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是2,690 所以说有大量的人如果他们不想断保 就只能按照超过自己工资的社保基数下限来缴纳社保 这里面呢更还别提有2亿人他们是灵活就业人员 所以说社会平均工资呢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现在的算法是把私营单位非私营单位合在一起加权计算 叫做全口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但是呢 大多数城市其实私营单位的员工会占到70%到90%这样一个比例 但他们同时的平均工资呢 在2022年只有非私营的57.2%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社会平均工资被占多数员工的非私营单位给拉高了 而这个成本呢就只能由私营单位和他们的员工来承担了 其实你对这个话题如果感兴趣 可以去看看4月22号财新周刊的封面文章